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允许我介绍参加今天会议的公司管理层 刘贵清先生 本公司执行董事 董事长 严东先生 本公司执行董事 总裁 梁士平先生 本公司执行副总裁 张旭女士 本公司执行董事 执行副总裁 监察务总监 感谢各位的参加 并希望本次的发布会对您有所帮助 下面我们首先请公司董事长 刘贵清先生 介绍公司2022年总体情况 女士们 先生们 大家下午好 很高兴与大家在线下面对面的交流 今天的业绩发布分为三个部分 首先由我来介绍第一部分 总体情况 接下来请严东先生 张旭女士分明介绍 第二部分业务表现和第三部分财务表现 在问答环节 我们将共同回答大家关心的问题 首先请看2022年度经营要点 一是公司把握数字经济发展机遇 主动作为克服外部环境影响 持续加快 创新转型 整体业绩再创新高 二是企业发展 质量持续提升 主要指标全面向好 毛利率起稳回升 三是科创成果逐步显现 在产业数字化浪潮有力推动下 ACO业务取得较快发展 四是积极提高股东回报 提升分红比例 股息增长达到两位数 五是加快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建设的整体布局 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着力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奋力推动企业可持续高阵量发展 接下来请看公司的整体业绩情况 2022年公司深入推进 高价值业务的拓展 经营业绩稳中有进 收入和净利润均创历史新高 经营效益和股东回报等主要指标 全面向好 其中收入完成1407亿元 同比提升5% 毛利率历史性的止跌回升 同比提升0.4个百分点 净利润增幅首次高于收入增幅 同比提升6.4% 净利润率稳中游升 公司持续强化运营资金管理 自由现金流达44亿元 同比提升7.2% 现金流继续高于净利润 保持良好水平 ROE实现同比提升达到8.5% 2022年公司深化三大客户市场的拓展 业务收入均实现正增长 从市场来看 公司把握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建设 及产业数字化加速发展机遇 全年运营商市场和极客市场的收入 继续保持平稳增长 分别增长4.6%和5.5% 为稳定收入基本面和拉豆收入增长 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业务来看 与产业数字化紧密相关的ACO业务 同比增长了15.3% 成为公司收入增长的新动能 公司坚持高质量发展和降本增效 公司的毛利率同比提高了0.4% 达到了11.4% 公司在市场测强化有效益的发展 大力拓展高价值业务和高毛利项目 在交付测加强分包管理 加达集彩力度 深化项目管控 持续推进降本增效 在管理测优化考核激励 充分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 从价值贡献来看 极客市场的毛利润增幅达到了14.2% 高于收入增幅 对整体毛利润增量贡献达到63% 成为公司价值贡献的重要板块 公司非常重视股东回报 一直坚持派发可持续相对稳定的股息 并且根据业绩表现 现金流和未来发展的需要等因素 适度提高股息率 稳步提升股东回报 与股东共享公司的发展成果 2022年基于公司良好的经营业绩 董事会建议 进一步提高股息 优化股息政策 把过往的特别股息常态化 提高期末股息分红比例 合计分红比例从38%提升到40% 每股股息为人民币0.1939元 增长了12% 公司以高质量发展为主题 以价值创造为主线 坚持有合理利润的收入 有匹配现金的利润的经营理念 取得了良好的业绩 为客户企业和股东创造的价值 公司将以建设 一流智慧服务创行型企业为目标 坚持一三四者的战略定位 力增成为数字基建主力军 智慧城市服务的排头兵 阐述服务的头部企业 智慧运营的可信专家 持续增强更高质量的市场竞争力 更有产品的科技创新力 更大力度的改革推动力 更具价值的生态协同力 更有效果的风险控制力 聚焦数字基建 智慧城市 应急安全和绿色低碳等 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加快市场拓展 公司坚持科创驱动 持续增强科技创新力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 13月以来 公司研发投入累计达到了250亿元 集中2022年研发投入 约50亿元 增长了近17% 公司坚持以客户为中心 以市场为导向 聚焦产业数字化应用 应急安全 数字基建 绿色 双碳等方向 发布了一系列的行业产品和解决方案 统筹打造烟发平台 提升研发能力 公司坚持自主研发与创新 加快研发成果的转化 促进相关业务的快速增长 2022年 在智慧城市 数字基建等领域新签合同 均超过100亿元 网信安全和应急领域新签合同 分别达到了31亿元和13亿元 软件开发及系统支撑收入的同比增长 超过了31% 此外 公司科创水平也获得了业绩的认可 连续两年荣获中国软件百强第四名的荣誉称号 公司积极参与数字中国建设 以顶层规划 咨询 总包 总集 建设 运维等方式 参与了全国70%以上的地市智慧城市的建设 2022年 相关业务的新签合同额达到了167亿元 增长了35% 公司将积极融入数字经济的发展大局 深耕发展高效协同的数字政务 构建 普惠 便捷的数字社会两大领域 在智慧城市顶层规划 咨询 城市大佬 数字政府 平安城市 城市公共应急管理 智慧交通 智慧园区等行业和业务上全面发力 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发展 为数字中国建设融制富能 增作智慧城市服务的排头兵 作为数字中国建设的关键底座 数字信息技术设施有力推动云计算 数据中心 超算中心等建设需求的持续增长 公司不断地长化 一体化 总包 总集和运文能力 积极为数据中心建设提供全过程 全声明周期的服务 累计建设数据中心 机架数量超过一百万架 全面覆盖东树西双八大枢纽 十大集群 2022年数据中心新签合同额超过一百亿元 曾经的雄安超算云中心项目的PU1值低至1.09 公司将充分发挥云计算数据中心 一体化总包的服务优势 助力传统基础设施数字化 智能化改造 自立成为数字基建的主力军 绿色是数字中国建设的底色 公司聚焦信息通信 能源电力 工业制造 交通运输四大行业 拓展新基建 接能新能源建设 接能降碳平台合同能源管理 咨询服务与培训认证五大业务 为数字中国贡献绿色智慧 2022年公司在双碳行业新签合同额 超过100亿元 公司将充分发挥双碳产业研究院的优势 加强绿色低碳技术攻光 不断满足行业客户多样化的需求 打造发展的新动能 近期 国家发布了 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 明确了数字中国2522的整体框架布局 公司将结合自身的能力和资源禀赋 在打通数字基础设施大动脉 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助劳可信可控的数字安全屏障等方面 持续发力 抢抓数字中国建设的战略机遇 在推动传统业务价值提升的同时 公司将充分把握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趋势 大力拓展产业数字化市场 实现战略性新型业务的价值突破 加快打造第二增长曲线 推动企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2022年公司加快高质量发展 我们有理由相信 中国通福在资本市场的价值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提升 一是数字中国 产业数字化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 公司将持续深耕战略性新型产业领域 加快提升企业核心竞争力 二是毛利率起伪回升 公司营业能力和ROE将逐步改善 三是自由现金流持续保持健康水平 可为股东提供持续稳定的股息 四是传统业务稳定增长 新兴业务快速发展 早里打造一流智慧服务创新型企业 上述四个方面 均体现出公司高质量发展的巨大潜力 实现价值提升 未来可期 关于第一部分总体就介绍到这里 下面有请严东先生介绍公司 2022年的业务表现 谢谢大家 谢谢董事长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下面我来介绍公司2022年的业务表现 上表列示了公司三大右板块的收入 增长率和占收比的情况 供大家来参考 具体情况会在后面的内容和副录中 有更详细的介绍 2022年 公司紧紧围绕产业化升级的 产业数字化升级的需求 拓展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化改造 和智能升级等市场 加快智慧产品和解决方案迭代开发 带动相关业务发展 公司克服宏观环境变化 带来的不利影响 三大右板块均取得不同程度的增长 特别是公司持续推进业务转型 加快研发成果转化 ACO业务保持较快的发展 同比增长15.3% 业务收入占比持续提升 达到17.6% 在市场拓展方面 公司继续保持收入来源的多样性 来自运营商和非运商的收入贡献 各占一半 双轮驱动公司持续发展 后面我们将重点介绍公司 在三大市场的发展情况 在极客市场方面 公司聚焦社会数字化变革 以及产业数字化的机遇 持续优化业务结构 收入同比增长5.5% 聚焦高价值项目拓展 毛利率显著提升 毛利润同比增长14.2% 公司加快布局战略型新兴产业领域 在数字基建方面 聚焦数据中心云计算等领域 抢占东数稀算机遇 在智慧城市方面 聚焦政府 交通 园区 医疗等行业 打造众多智慧城市标杆案例 提升全流程 一起化总包服务能力 在绿色低碳方面 聚焦信息通信 能源电力 工业制造 交通运输等重点行业 加快构建双碳产品 及解决方案服务能力 在应急安全方面 牢牢把握公共安全 应急建设机遇 强化核心产品 自主引发 加快资源和市场的布局 在极客重点领域 公司聚焦产业数字化项目 和新型数字基建的需求 在政府 电力 交通互联网 IT 等众多行业 取得了新的成效 极客新签合同 新签合同额 超过822亿元 同比增长 约8% 其中 亿元级项目总额 超70亿元 同比增长 约15% 除承建 多个云计算工程 和大型数据中心项目以外 在智慧城市 智慧交通 智慧校园 智能建筑 等多个行业应用领域 取得了新的突破 随着公司在极客市场布局深入推进 行业经验成功案例不断积累 可为客户提供更为丰富的综合智慧服务解决方案 形成了独特的竞争优务 在运营商市场方面 虽然5G的投资高峰已过拐点 但公司持续转换发展的动能 提升服务的质量 深化运营商客户多领域的合作 收入保持稳定增长 同比增长4.6% 其中运营商ACO业务继续取得快速增长 同比增长23.9% 公司坚持CAPEX加OPEX加智慧应用的策略 积极在以下方面重点布局 取得良好的业绩 一是深耕传统业务领域 聚焦云网建设 综合装围等传统业务空间 加强公司内部数字化升级改造 以提升效益 二是打造新兴业务领域 协同运营商拓展产业数字化领域 服务新型基础设施数字化 云迁移等需求 三是助力运营商实现绿色低碳 支撑零碳数据中心建设 老旧机房绿色改造 双碳节能平台建设等 在海外市场方面 公司克服海外地区宏观环境等影响 稳步推进包括沙特 阿联酋 菲律宾等地区的海外项目的实施 该市场收入同比增长9.3% 我们认为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 持续深化 海外市场仍有很大的机遇 与走出去的中资企业协同合作 空间广阔 公司将进一步优化海外布局 深耕优质区域 聚焦海外数字基建 数据中心 电力 新能源 智慧产品和服务等重点业务 加强风险管控 推动海外市场安全有效益发展 公司收入规模自上市以来持续提升 从2011年的500多亿元到如今的1400多亿元 极客市场的收入占比和盈利固件持续增加 ACO业务占收比稳步提升 2022年 我们初步实现了十四五开局定下的目标 收入持续稳步增长 高价值业务占比逐步提升 ROE和股东回报稳步提升 我们有信心 也更有决心 推动公司持续向专业化和价值链高端转型 向科技型企业迈进 开启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以上是第二部分业务表现的介绍 下面请财务总监张旭女士 介绍本公司2022年的财务表现 谢谢总经理 女士们先生们下午好 那下面由我来介绍 公司2022年的财务表现 上表列示了公司的收入成本利润 和现金流等主要的财务指标 供各位参考 公司在2022年 经营收入同比增长5% 毛利润和净利润分别同比增长了 8.1%和6.4% 高于收入增长 自由现金流也高于净利润的水平 下面我向大家介绍 公司财务主要方面的情况 公司多错并举 全面加强成本管控 2022年经营成本占收比是88.6% 同比下降了0.4个百分点 在直接人工成本方面呢 公司主动控制员工的总量 直接人工成本占比持续下降 在材料成本方面 系统集成业务的快速发展呢 带动了材料成本有较快增长 公司呢 也持续地推进采购的数字化 提高集中采购的占比 加强材料成本的管控 在分包成本方面 公司主动控制员工总量 优化业务结构 更多地承接了总包大项目 分包成本有所上升 公司呢 也将持续地强化 财务数字化管控的能力 加强成本的分析 压降分包商的数量等 各种举措吧 提升全流程的 分包管理的能力 着力来控制分包成本 在2022年 公司重点开展了 效能提升工作 努力提升经营效益 通过提升业务价值 控制经营成本 毛利率 企稳回升 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研发费用占收比 提升至3.5% 剔除研发费用以后的 SGNA的费用占收比呢 下降到6.4% SGNA呢 继续得到了良好的控制 上述举措都促进了 公司经营效益呢 有显著改善 经营利润 经营利润同比增长了 10.2% 净利润增长呢 也提速高于收入的增速 2022年 外部宏观环境的变化呢 给中小企业的资金 带来了比较大的压力 公司呢 也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严格按照合同条款 及时付款 与此同时 公司呢 也多挫并举 加强应收账款的回收工作 持续加大 长帐龄的应收账款管理 那下半年呢 自由现金流大幅改善 全年自由现金流 实现了44亿元 盈利现金比率为146% 继续保持了良好的水平 公司将继续坚持 有合理利润的收入 和有匹配现金的利润 这个经营理念 努力保持现金流在 合理和健康的一个水平 上表列示了公司资产负债表 主要指标供各位参考 截止2022年12月31日 公司资产负债率和债务资本比 分别为62.3%和2.1% 整体财务状况稳健 为公司实现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那有关公司详尽财务资料 请查阅公司公告 下面我们非常乐意 回答各位的问题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